南加州非大学院尔湾分院日前举办成立15周年庆典活动 活动现场学生们各显才艺 表演了专业的乐器演奏 家长们也表示 在非大学院不仅学到升学的专业知识 更重要的是学到了如何面对社会 如何做人的课外本领 我们其实这15年来 培养了大批的亚裔的孩子 不仅仅是上了名校 像哈佛 斯坦福 MIT 伯克里 UCLAZ好的大学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他们培养了能力 他们了解了社会责任感 他们知道感恩 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上好大学 他们也知道未来 他们人生的目标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 做教育的最欣慰的地方 非大学院每年举办的 寒暑假课外活动会去宁夏 尼泊尔等边缘地区 让学生们提前了解社会 和帮助贫困地区的人们 非大学院不仅重视学术教育 更注重学生们正确的价值观的确立 做公益 关怀社会 培养孩子们的综合素质 抗压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我们对于美国高中的选课的问题 不是很了解 那非大给我们一个详细的解释 所以当时就觉得非大非常专业 然后也非常耐心 非大学院在大学申请方面 也有良好的口碑和成绩 每年都为几百名学生做大学申请 使很多同学都走进了自己向往的名牌大学 在非大我结识了很多朋友 并且我还了解到了很多 就是关于美校 他的申请和 就是他的课外活动一些东西 我最近就刚刚得到了这个机会 然后下周就可以去 市议员的办公室里实习 可以让我学到非常多 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到的领域 凤凰卫视白艺城洛杉矶报道